成立超过六年的好地下艺术空间 除了邀请艺术家举办展览 去年开始还邀请了两位艺术评论家来书写花莲 19号下午特别举办了花莲美团艺术论坛 发表两位一评人的书写 也邀请到教授潘小雪出席 期盼可以带领更多艺文爱好者来 清晰聚焦在花莲当代艺术思潮 还有活动的脉络走向 随时代变迁 当代艺术逐渐和观光旅游 文创产业 社区创生等互为结盟 政府也大力补助活动经费 与民间合作办理艺文活动 但当这些展览艺文活动落幕 对地方发展或历史又留下了些什么 19日下午在花莲好地下艺术空间 就邀请专业艺评人吴思峰、雷许光 透过搜集花莲艺文资料 观察花莲当代艺术环境和好地下艺术活动等方式 发表两位艺评人的书写 并邀请也是常年着力花莲艺术史脉络的潘小雪担任雨潭 那我们其实从去年开始就邀请了两位艺评家 一个是雷许光 一个是吴思峰来做艺术评论 那这一次就算是一个成果的发表这样子 那我们也找到资深的 在地的艺术工作者潘小雪老师来做雨潭 很主要是说我们发现在近年 就是我们做了很多展览 但是好像在过往之后 就剩下展览的内容 但是好像看不到书写 所以我们期待这一堂展览可以 这一堂座堂会可以留下一些书写的资料 那另外一方面也是透过这些评论者 来看一下就是之前 我们从整个当代艺术的发展里面 在花莲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然后经过了什么样的脉络的发展 那这是这一次的座堂会最重要的一个意义 成立超过六年的好地下艺术空间 其间陆续开办艺文展览等活动 这次论坛也吸引不少 更云地方多年的艺文界人士共襄胜举 总监田明章表示 开设论坛并非要定夺花莲艺文的古往今来 反而是希望借此邀请艺术家 艺文爱好者参与民众等人 共同拼凑花莲艺文的时空版图 更清晰对焦在这片花莲土地 如何继续生活和探寻美的可能并永续保存 而非仅仅是昙花一现 接着讲邦彦华理事报导